太森站在巨大的崖壁前 我每往前走一步都会朝现在靠近一千年 离散一年前的那个世界更远 五千万年后的情形被记载在了那边 心思磕舍严层的另一端又埋葬着哪些神秘的秘密呢? 二叠记进入尾声一场不公平的大屠杀爆发了 二叠记是纪念馆里的黑暗长廊通往生命指数断织的灭绝大厅 太森心情沉重地介绍 两亿五千万年来世界从未如此这般受死亡控制 火山在现在被称为西伯利亚的地方持续喷发了几十万年之久 汹涌的熔岩覆盖了160多万平方公里和新疆一样大的地面 这次火山喷发的规模空前绝后 是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灾害 太森走向荒漠中央孤独处立着的金字塔状建筑物灭绝生物纪念馆 站在灭绝大厅前感到无尽的死亡气息在蔓延 为了进一步了解真相 太森走进大厅向我们介绍原故时期 大地上的森林经历的沧桑 大量的二氧化碳从火山裂缝中释出 这些温室气体令气候变暖 石炭即早期被掩埋的森林也在此时回到了故事中 五千万年间这些树木变成了大片的煤 西伯利亚成了世界上煤储藏量最高的地区之一 熔年的热度制烤着煤 使甲烷和高寒流气体已出地面 形成饱含有毒极放射性或山灰粒子的煤烟 这种可怕的混合物不仅污染了大气层 也彻底扰乱了地球的气候 硫酸物阻挡住了阳光使地球陷入黑暗 全球温度都将至冰点以下 说话间泰森走到了因森恐怖黑烟笼罩 遍地湿海的展厅或山喷发烧缓时 硫酸物沉降至地面 但二氧化碳仍然在大气层中聚集导致全球变暖 持续多年的寒冷低温和一千年长得令人窒息的高温轮帆出现 沉重地打击了日益减少的动植物种群 这些生物毫无机会适应气候的聚变 悲剧已无可避免 泰森转身走进另一个展厅 这里是远古的海洋 随着全球继续变暖 表层和底层的海水慢慢混合 使曾经寒冷无比的深海温暖了些许 冻结在沉积物中的甲烷冰开始融化 心释放出甲烷来到海洋表面进入大气层 和二氧化碳相比 甲烷吸收热能的效率更高 气候因此变得越发炎热 甲烷同时也破坏了贫流层中的臭氧层 那是保护生命免受紫外线伤害的天然防晒霜 海洋循环系统关闭 不流动的海洋缺乏氧气多数鱼类因此丧命 有一种生物却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繁衍旺盛 这种生物就是将致命的硫化氢 当成废弃物排除的细菌 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种毒气杀死了落地上剩下的几乎所有动植物 这就是大灭绝地球生命最接近毁灭的一次 就成的物种在此期间灭绝 生命很久之后才恢复活力 有几百万年的时间 地球简直可以称作死亡行星 走出灭绝物种纪念馆 泰森方决轻松了些许 我们的祖先是勉强存活下来的少数物种之一 此刻你能作为人类活着 就是因为它们尽力忍耐残酷环境 并且在地球史上最危险的时代 成功地传播了它们的DNA 泰森说这句话时 镜头里出现了一只貌似老鼠的小生物 作为严谨的科普片 这个镜头很明显的暗示 我们跟鼠被脱不了干血 遥望瓜达鲁普山脉 泰森感叹道 这座山完全由生命堆积而成 在地域大门大开之前 那些生命层在二叠际的美好时代旺盛繁衍 600多公里长的瓜达鲁普山脉 从德克萨斯州延绵至新墨西哥州 这里是其中一部分 是世界上最大的化石礁 这里曾经是一片广阔的内陆海 礁石旺盛增长了数百万年 大量的海绵动物 绿藻以及肉眼看不见的动物 以此为家这些生物死后沉到海底 被掩埋在泥沙池中沉入海底 经历数百万年 他们的遗骸渐变成石油和天然气 然后盆地域塞 礁石死去 这座海洋中的鬼城也被埋藏在海下方 1600米深处 之后构造作用力将礁石的骨骼 抬升到远高于海平面的位置 是其长期受风雨侵蚀雕塑 泰森建议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地方两亿七千万年前物种繁茂充盈的样子 当时这里还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热带内陆海洋 岛屿散落其赏生命充盈其中 亿万年的时光流逝真是沧海桑田的巨变 大自然的神奇造化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泰森再度回到宇宙力之上 他的面前悬浮着一颗硕大的远故时期的地球 直到大约两亿两百万年前 新西兰和北非海市邻居大西洋还不存在 画面中心蓝色的长条是湖泊 这些湖泊是表明超级大陆再分离 是地球上的生命即将经历大变数的受批证据 一百万年后湖泊成了狭长的海湾 后来又变成了大西洋 地球表面这些深刻的变化 只是地球深处正在上演的大戏码的外在表现 等到人类出现时 全球巨变的痕迹早已深藏在蓝色深海之底 我们完全无从了解地球动荡的过去 我们是患上失意证的物种 想知道我们是谁 在我们醒来前发生了什么 科学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570年亚伯拉罕 奥特六斯第一部现代地图集世界概冒 亚伯拉罕 奥特六斯厄布莱恨Warty Years 1527年4月2日至1598年6月28日 弗兰芒地图学家和地理学家 他绘制的首份现代世界地图展现了人们在过去80年也就是探陷黄金时代中的发现 地图的墨水还没干透 奥特六斯在退后几步欣赏自己的大作时突然发现大西洋两侧的大陆竟如同拼图一般吻合 他后来写道每周是因为地震洪水才和欧洲非洲分开 之后几百年这种仅靠观察得出的结论一直被视为一只猜测 直到20世纪初一位德国天文学家兼气象学家魏格纳才找到证据来研究这种理论 阿尔弗雷德 魏格纳在一战期间映照入伍但没多久就受了伤 在战地医院疗养时为了寻找线索了解地球的历史 他翻阅了科学文献 多年以前魏格纳曾在大学图书馆中凑巧看见一篇激发他好奇心的科学文章 文中的说法令魏格纳感到困惑 大西洋的两侧竟然能找到同一种已经灭绝的绝类的化石 更古怪的是在大西洋两侧的大陆上人们也发现同一种恐龙的化石 20世纪初地质学家在解释生物如何跨越海洋时都会想象大陆间曾存在大陆桥 普遍的观点是大陆桥在许久之前就逐渐瓦解消失于海平面之下 但一份证据却让魏格纳相信当时流行的科学观点存在问题 这份证据就是地球本身 嗯